中秋节亲友来家里欢聚,大家星期时,妻子打开了电视,很快,电视屏幕上出现我和其他女人打情骂俏,偷吃等聊天记录和视频,视频很清晰,我很亢奋,对方叫得很响,妻子依然面带浅笑沉默着,父母对我打骂,亲友沉默,我一怒之下现了桌子,唐又安,你他妈安的什么心,阴老子,活腻了。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那些事他不知道,却没想到他早已了然于心,瑞欣,想发财只有一条路,好好对人家诱安,知道吗,中秋节之夜,亲友们欢聚一堂,宜家的表哥,拍着圆滚滚的肚子,对我传授着发财心得。 他确实发了财,上个月还搬进了大平层,相较我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来说,他确实很成功,但我不太认同他的话,发财的路有千千万万条。 他不过适合走对妻子好这条路,整天被妻子管得跟孙子似的,我张瑞欣是谁,才不走他的路,想到这里,我看了看妻子唐又安,只一眼就差点呕出来。 清汤寡水的头发,一脸苍白,眼神呆滞,胸前一马平穿,身上穿着宽松的T恤,脸上永远挂着浅笑,不是让我妈多吃点,就是喂孩子,再不然跟他人聊着育儿美食等,除了这些。 他啥也不会,而我要赚钱给他花,他只会买些菜,水果,要不然就是被讨家居什么的,败家什么的,样样在行,每天什么也不做,还要对他好才能发财,颠倒众生,我才不信。 而令我想不通的是,在外人看来,都说他贤惠,是良妻,但只有我知道,他配不上这几个字,我心目中的贤妻。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,床上会浪,少一样都不行,可以说,能跟他一起走过十三年风雨,我感觉自己太伟大,太慈悲了。 一想到自己,在外面辛辛苦苦,还被外人指责,我是甩手掌柜,更为自己鸣不平。 感觉他多余,他要不在这个家,我早发财了,且,我越看越反胃,下意识地吐出一个字,向他翻着白眼端酒杯时,他恰好起身,与他的视线撞在一起,他脸上的浅笑消失, 但是,收回视线拿起纸巾,为儿子张艺辰擦着嘴巴,唐又安,这么早,你让他睡觉能睡得着吗? 有人说,不想看的人,他呼吸都是错,眼前的他,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,我气不打一处来,宁眉向他质问,他依然没说话,指了指墙上的钟表,与儿子一起离开。 这时,我才发现原来已是晚上九点半。 不过,很快我心里又一次燃起熊熊怒火,每天九点半必须睡觉,早晨四点半起床,他的生活作息,永远呆板没生气,偶尔晚一次,他竟然会在便签上写下原因,贴在床头,歌,来,喝酒,喝完这杯,我们去唱歌。 一九节千筹,我举起杯一饮而尽,向表哥发现邀约,表哥摆摆手,指了指他身边的表嫂,表示,嫂子晚上要睡美容觉。 她不去,不仅如此,还劝我也不要去,让我在家帮着唐又安收拾桌子。 洗碗,那是男人做的事,要女人干嘛的,我脖子一梗,眉毛一挑。 直接了当地说道,表嫂没说话,暗暗扯了车表哥的衣角,表哥心领神会地转移了话题,表嫂,吃点水果,看会儿电视吧。 等表哥酒消消再回去,妻子从儿子房间出来,见状快步走进厨房,端着一盘精致的水果拼盘出来,上面还扎了小叉子,这就是他的贤惠,竟在我受到别人白眼时,臭显摆他的善解人意。 我气冲冲地又倒了一杯酒,咕咚一声喝下,表哥不再说话,我双手放在脑后,一边盯着电视,一边想着,等下去,足欲垫潇洒一番,回来睡觉,外面的野花。 总能让我心潮澎湃,可下一秒,我就感觉不对劲了,妻子连换了几个台后,突然放下遥控器,拿起手机,就在我以为她要投屏看电影时,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令我瞠目结舌的一幕。 投屏的内容,竟然是我和其他不同女人的聊天记录,以及各种露骨的话,还有与别的女人赤身裸体纠缠在一起的画面。 视频很清晰,我很亢奋,对方叫得很响,她怎么有这些,父母愣了,表哥表嫂呆了,妻子脸上依然带着浅浅的笑,坐在沙发上,拖着下巴津津有味地看着,与她来说。 像是看普通电视电影时,一模一样,连话都没多一句,啪的一声,父亲飙了,捞起茶壶摔在地上,上前对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,母亲怒了,转身拿起鸡毛担子,在我身上胡乱地打,眼镜都打掉了,还不停手,表哥给了我一个耳光,表嫂凑上前劝唐又安。 嫂子,我没事,她的声音虽然不大,但在嘈杂叫骂踢打声中,格外刺耳,够了。 我嘶吼一句,推开父母,起身把桌子掀翻,二,哗啦一声,桌子四角朝天,碗碟还有杯子碎了一地,母亲坐地大哭,骂我没出息。 父亲又一次要对我抽耳光时,我一把推开她,冲到唐又安面前,指着她的鼻子吼,唐又安,你他妈安的什么心,阴老子,活腻了。 她依然很平静,缓缓抬头,用一双人畜无害的眼睛望向我,难难道,可以离婚了吗? 她的声音很轻,轻到不仔细听听不到,但还是一字一字地传到了现场每个人的耳内。 母亲停止了哭声,起身上前抱住她,闺女,离,咱跟她离,从今天开始,你就是我们的女儿,我们没养过这个畜生。 我定定地待在原地,看着眼前不哭不闹。 依然一脸浅笑的唐又安,竟然感觉她是那么陌生,她的笑容让我毛骨悚然,她的声音让我汗毛竖起,瞬间,脑袋一阵炫韵,久近上来,我踉跄着退后几步,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,揉着眉心,怎么感觉都像是一场梦,一定是一场梦。 可现实很快打醒了我,父亲用力揪着我的耳朵,撕裂般的疼痛让我知道这是现实,无奈地睁开眼,一张邪意映入眼帘,签字吧。 我你好了,唐又安把笔塞我手中,云淡风轻道,我直接摔掉笔撕碎邪意,扔她脸上,凭什么老子不同意。 我又没做错什么,我确实没做错什么,我张瑞欣不过是犯了男人爱犯的错误,我跟他们聊得再嗨,睡得女人再多,最后我不一样,回家了吗? 我一个月赚三四千,给她五百,还不够格吗?她花够了我的钱,吃完了我的饭,想磨嘴走人,不可能。 我们结婚第三天开始,我就跟其他女人聊天,打情骂俏,她看到后哭闹一番,不也没什么事吗? 男人自古就是如此,儿子出生那年,我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三四个月,她知道后,带着儿子回到了几百公里以外的娘家。 非逼我写保证书,我真的服了,那张破只有屁用,但为了哄她回来,我不得不写,写完给她,我的任务结束,她不还是看孩子照顾我生病的父母吗? 她离不开我,从大学毕业嫁给我,她从来没工作过,没我,她活不下去,所以,我想,这次她又来这么一招,肯定是看大微星雨骨或女人的破文章学读美,对我不理不睬,在外面找到人了。 不然,她小肚子怎么会突出来,我不想离婚,不是对她有多留恋,而是她走了,我的父母谁照顾,孩子才不到十岁,谁来管,且十几年的出轨经验让我明白。 在外面偶尔找个女人可以,但真正想跟我结婚照顾老人接受孩子的很少,唯一一个女人是我们同村的,几次露水情缘后,她对我冷哼道,我照顾老人和孩子,还要赚钱帮你料理家,你在外花天酒地,那老娘的脑子一定是被驴踢了,事实证明。 唐又安比起外面的女人,还是有一点好处的,那就是不物质,听话,正是如此,我也才打定主意,跟她好好过,偶尔来个外餐,再多赚点钱,生活倒也算安逸,未了,此时她竟然拖我后腿,绝不可能。 如果你在床上坐得足够好,足够配合我,我吃饱撑的,去外面找野鸡,我一跃起身,指着电视屏幕上,我旁边的那个女人说道,反正她撕破了脸,索性大家开诚不公,舍打七寸,这可是她的痛处。 这方面,唐又安从不配合我,每次夫妻生活,她都像晚上九点半睡觉。 早晨四点半起床一样,千年不变的姿势,万年不变的体位,我只不过要求开个后门,她都不允许。 自从那次后,她再也不让我碰她一下,偶尔我提议,她都会捂着肚子说疼。 自然,这也是她无法反驳之处,为此,我还找出一大V博男一校的文章,让她学着做一个好妻子,可是她却发给我一个女性励志大V星宇的生活记录,让我没事拜读一下,且不说如何做好妻子,就是她发给我的那些,我随意读了几篇后,星宇分享的女人对家庭,对孩子及工作的思维和处理方式。 她自己也一样没做到,我腻了,我受不了,她转移话题方向,说一千到一万,夫妻那点是没花样,跟没多余的钱,令我找女人一样难受,离婚了,你就可以不用顾虑我了。 唐又安的脸上,看不出一丝情绪起伏,她的语调依然平静,像是平时叫我吃饭一样,又像是叫孩子起床,真他妈搞笑,好像老子顾虑过你一样。 实话告诉你吧,从来没有,老子我想啥时候找女人,就啥稍找。 我冷冷一笑,坐下翘起二郎腿,点起一支烟斜眼看她,眼看着,她被我的气势压倒。 低头沉默摆弄着手机,偶尔瞅一下屏幕,一滴晶莹的泪珠,滴在她黑色的手机屏幕上,摇晃了几下,滑到地上,紧接着,几滴,一串,表嫂紧紧抱着她,母亲又转向,冲我挥起鸡毛担子,别她妈在这里哭丧,老子还没死。 我对她怒吼一声,她身体一正,抬起头,一把抹去满点泪水,毅然站起,蹭蹭几步,冲到了儿子的房间,再度出来。 她一手拉着儿子,一手提着行李箱,头也没回地甩门离开,肚子大了,隐瞒不住了,去生孩子了吧,我盯着她越来越大的小肚子冷哼。 表哥表嫂见状,忙不迭地跟了出去,砰的一声闷响,等我回过神来,发现父亲脸色发紫,捂着胸口重重地倒了下去,母亲的哭喊撕裂了夜空,也撕碎了我的最后一丝理智。 三,我绝不会再去找她,我叫了救护车,把父亲送到医院后,心里狠狠地下了决定,类似的戏码,已经上演过一次,她是远嫁,在这里无亲无故,除了小区里的宝妈,连朋友也没有。 上次,她演这一出是两年前,因为公司任务没完成,我的工资只发了两千八,刚下班回家,还没喘口气,她就找我要生活费。 家里没米了,爸的药还要买,你给我五百块吧。 她说这话是低三下四,连眼皮都不敢抬一下,为什么别人能照顾老人孩子,还能赚钱,你就天天吃我的喝我的。 我二话不说,对着她一顿咆哮,我没办法,我必须要这么做,因为两千八除了我在公司里的午饭,还要去足玉店潇洒,我手头不能缺钱。 被那些女人翻着白眼骂穷鬼的一幕,真的不好受,对不起,她轻轻吐出三个字,拉着孩子哭着出了门,晚上九点,我一时心软,下楼在健身器材处,找到了冻得发抖的母子俩。 她一下抱住我大哭,说以为我不要她了,只要你乖乖的,我不会不要你,以后改了就是了。 我向征兴地抱她一下,内心暗息,她拿我没办法,那次,我忍住没给她钱,她不一样过来了。 事实上,从那次以后,我很少给她钱,物价不断上升,年轻女人吃饭也涨了价,不是好的餐厅她们不去,宾馆最低连锁。 我自己入不敷出,至于她从哪儿来的钱买菜,我不管不问,反正她不会走歪路,唐又安是书香世家,最看不上的,就是因为钱出卖身体,再说,她也没机会,我父亲生病。 孩子要上学,每天要做家务,她跟我妈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我多多,高兴了,我会给她五百,不高兴,一分没有。 而她在我的调教下,也越来越懂事,不问我去处,什么时候回来,以前还喜欢电话轰炸,现在连信息都看不到一个,我也乐得自在,甚至还下决心,自己要多赚点钱,去尝不同女人的味道。 女人都是物质的,不物质的女人没情调,这是我的经验总结,也是我赚钱的主要目的,你好,一共是一千零五十。 收费窗口处,护士的话,把我的思绪拉回,多少。 我不可思议地提高了声调,拿过单子又一次确认,怎么这么贵,我看着手机里不足三百的余额,有点后悔,昨晚太大方。 网上约了个网友,宾馆吃饭,还给了他两百红包,一千五花光,公司发的奖金,也给一个网友发了大红包。 哥,我爸医药费不够了,先给我转两千,无奈,我给表哥打去电话。 没钱的时候,我都是这么过来的,借个几百一千,发了工资在还上,因为每次借钱,表哥都要给我上一堂课,唠叨个没完没了。 我不想欠他,还钱是我唯一给自己留的尊严。 瑞欣,我没有。 罕见的,他竟然不借,与其还他妈贼声音。 不借拉倒? 我随即挂掉电话,打给了常常一起喝酒的王少杰,相较之下,他简直就是另一个我。 他认为老婆不能惯,不能给钱,越惯越灯,鼻子上脸,我也一样。 而且与他几年的相处下来,他老婆也被调教得跟我老婆一样,根本拿捏不住我们,哥,以后有兄弟一口,就有你一口,咱们是失散的亲兄弟。 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这么说,因为我们是同事,怕牵扯太多经济不好,也从没找他借过钱。 眼下,我已经没有办法,而且我知道这次奖金他比我的多一千,借什么钱啊? 没有,睡了,我正在原地,脑袋一片空白,等反应过来,电话里还在嘟嘟作响,不是好兄弟吗? 我握着交费单,走到了安全通道门后,一个接一个地拨打着电话,然而,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,瞬间一千多元,像是野兽般啃食着我的心脏,令我呼吸透不过气。 平时口口声声的兄弟,现在像是一下子成了冷漠的路人,昔日酒桌上的推杯举盏,在眼前晃来晃去,刺得我周身不适,怼给空旷的楼道,高声骂娘。 末弟,我想到了唐又安,父亲的病已经不是第一天,父亲晕倒也不是第一次,他哪来的钱,他一定背着我藏了私房钱,不然,他没工作哪儿,交得起这么多钱,要知道,父亲晕倒住院,从来都是出院后我才知道,我必须去找他,想带着私房钱一走了之,门都没有。 我去了小区里的几位宝妈家里,他们纷纷表示,唐又安没来过,一个宝妈还告诉我,唐又安已经有两年没跟他们在一起聊天了,我把所有认识,且可能与他有交集的人打了一遍,均没有收获。 表嫂跟我说,他们出来追堂又安没找到人,此时,已是晚上十一点半,我站在寒风刺骨的大街上,第一次感受到了冷,无助,我在这条街上那么渺小,小的风一吹就要倒下一样,而不是往日酒后肆意的热。 怯意,认为这条街是自己的,天下所有女人都属于自己,我再也看不到深夜街头小区门口的树小身影,因为担忧我每天出来等我的唐又安。 唐又安失踪了,四,爸,你们最近还好吧?我以问候为名,拨通了岳父的电话探口风,对方说话很正常,还说我工作辛苦,让我注意休息,从这番话能听得出? 唐又安依然没跟家里说我们的情况,他向来报喜不报忧,我也最喜欢他这一点,每次回他家过年,他从来第一时间叮嘱我,对他有什么意见,都不要在父母面前提,哪怕回来后我打他都没事。 他说,他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过得不好,不能尽孝,还让他们担心,眼下,他跟我生气,半夜三更带孩子离开。 更不可能说,是我糊涂了,他能去哪儿呢?我欲哭无泪,浑浑噩噩地又回到了医院,王八蛋,老婆孩子跑了,我们俩都躺这儿了,你继续坐呀。 一进门,母亲便对我破口大骂,全然不顾我内心的煎熬和焦虑,从唐又安嫁到我们家,母亲就对这个儿媳一百个满意,说她知书达理,孝敬老人,出身书香门第的小姐,却不矫情,让我好好珍惜。 平时,带唐又安比我多亲,我上一天班回到家,母亲毫不体谅我的辛苦,只知道抢着帮唐又安洗碗,再不然,就是让她休息。 你他妈有没有点眼色,又安把饭做好了,你能不能端一下,在老子面前当大爷呢? 父亲一脚踹我身上,对我横眉冷目,哪家父母不疼儿子,何况还是传递香火的? 一开始,我以为他们在唐又安面前演好公婆,好让她跟我好好过,毕竟我们家也不是大富大贵,除了山村里的三间破瓦房,一无所有。 当然,唐又安也不是物质女孩,她爱上我,主要是我上进,认为只要两人齐心,富裕只是迟早的事,父母对她的话深信不疑,随着时间越长,他们竟然把她当成了亲闺女。 处处疼爱,人家好歹中文系高材生,你一个破打砖,牛什么,再也翘尾巴,腿给你打折。 这是父母对我说的话,一个儿子一个儿媳,天壤之别,为了唐又安生活舒适,他们还卖掉了家里的几套老宅子,拿了个楼盘的广告让她挑,她喜欢在哪儿就买在哪儿。 连装修风格都听她的房间,装得清心寡欲,没一点激情,我仿佛是抱来的野孩子一样,非打即骂,他们如此的奇葩。 妈,总比我一种他们是唐又安亲爹娘的感觉,曾几次,我和唐又安吵架,父母率先把我的衣服枕头扔出门外。 妈,别喝妈了,医药费都够我头疼了。 我无奈地对母亲恳求道,她不再骂我,告诉我表哥垫了医院费,接着续道不停地对我提着唐又安在时的一切,为我父亲洗脸,叫护士,打饭,洗衣服,还要接送孩子,包汤送到医院等等。 你要是不把唐又安找回来,我们就跟你断绝亲子关系。 父亲行了,即刻着下令,说吧,躺下许久喘不过气,行了吧,你们俩生病,要不是我赚钱养你们,你们早死了。 再骂我,真不管了。 我也急了,插腰对他们标出一句话。 其实,话出口的瞬间我就后悔了,他们是我的父母,赡养他们是我的义务,真的只是靠你,我们俩才早死了。 你马上滚。 父亲不顾手上的点滴,强撑着身体下床,对施我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 我愣了,咬着牙转身离开,正要走出医院大门,又愤愤地返回,坐到无人的楼道抽烟,摸着火辣辣的脸庞。 我知道,这一切都是因为唐又安放出的那些视频,与此同时,又回到了那个问题,这些东西他哪儿来的? 这两年,给他钱的次数越来越少,我在外风流的时间越来越多。 为了防止他动我手机,我还在手机上装了软件,有人动就会有记录,他从没查过我的手机,偶尔我望在家里,手机也是在原地,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? 百思不得其解之时,手机上突然闪现了一条信息,差点惊掉我的下巴。 五,消息的,标题是独家消息。 网络大V星宇首次公开露面并宣布,下周一直播离婚。 本来我无意点进去,但离婚二字刺激了我,难怪他要离婚。 原来他崇拜的大V竟然是这么疯狂的女人。 下意识的,我点开,想要看看星宇如何为女人洗脑。 却没想到,打开夜面的瞬间,唐又安的照片映入眼帘。 照片上的他,身着白色衬衫,手拿着笔做脱塞状,淡淡的妆容,白皙的皮肤,目光望向前方,毛子里笃定而自信,竟然看起来那么知性,漂亮。 文章只有一条直播离婚公告,唐又安竟然是知名大V星宇,那个网友口中月入百万的独媚女人,我差点被震掉下巴。 安娜柱激动的心情点开幸宇的公众号说明,才发现第一篇文章这是我最后一次做伸手党发在两年前的凌晨两点,记录了它因为要五百元,被老公比喻嘲讽的一幕。 虽然它画了名,可经仔细想来,就是我发两千八百元那次,一篇接一篇翻下来,它记录的都是我们的生活,它对我各种的隐忍,它画是安慰自己的措辞,我终于明白,为什么这两年它如此平静,无论我做什么都不吭声,哪怕我彻夜不归,它也依然没半点怨言。 难怪小区里宝妈说它两年没跟他们一起玩,原来它在偷偷写文章赚钱,难怪它对我说话越来越不耐烦,越发不把我放眼里。 上周末,我要去见一个客户,换衬衫时发现竟然没洗,你在家干什么吃的? 连衣服都不洗,不过它正在为父亲煮中药,我把脏衬衫扔到它脸上怒道,它不温不火地拿下,塞进垃圾桶,连看都没看我一眼,连同母亲也在背后用擀面杖打我,身为女人,连基本的后勤都不做好。 它竟然还吐槽我,靠我赚钱,自理行间,把我写成十恶不赦的坏种,我气愤不已,直接在它文章下评论。 希望你实事求是,我怎么就这么不堪了? 我这么不堪你会跟我在一起十几年,刚点击,又火速删除。 因为我想到了一件事,它既然就是星宇大V本人。 那么,说明它现在很有钱,难怪这两年不向我伸手,可是,它既然那么有钱,为什么还让我父母过得这么辛苦,为什么连车都不给我买一辆,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和孩子在家,思索许久。 我得出一个结论,它在考验我,一定是在等我向它道歉,它离开就为了让我服软罢了。 想到这里,我立即拨去它的电话,一了之内,关机,唐又安,你瞒着,我赚钱还不告诉我,我不管你直播也好,偷偷也罢,财产不分清楚,这婚我不是不会离的。 法律有明确规定,夫妻婚内的财产为共同财产。 他赚的又怎样,也有我一半。 我快速编辑了一条信息发给他,而后,暗灭手机,刚要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睡一会儿,又想到了父母,忙不迭地跑进病房,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。 书料,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,看都没看,就把我骂出了病房,早知道你长大这副德行,当时出生时,就该把你掐死。 母亲提着尖尖的声调,一度惊醒了隔壁床的病人,确实,从小到大,在父母眼中,我是最没出息的一个,我想赚钱赚不到,但我娶了一个会赚钱的老婆啊,他们为什么不高兴? 我只好作罢,抱着离婚还能得一大笔,后半生无忧无虑的想法,以及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的态度,安心地回到楼道,靠着墙壁沉沉睡去。 第一次,我感受到,有钱哪怕睡楼道,也令我感觉无比舒适,我期待着下周一的到来,也期待着自己日后的好生活,我以为一切会水到渠成,只要自己不松口,他就不会得逞。 可是我错了,我低估了他的影响力,也低估了他的力量,更高估了与父母之间的血脉亲情关系。 六,第二天早晨,我是被庆节宫排醒的,醒来时,已是早晨八点,想到唐又安说的直播离婚,我忙跑到病房,本想安顿好父母后,找他好好算一下账,以迎接离婚日的到来。 未料,正在整理床单的护士告诉我,他们出院了,父亲虽然有关心病,但不严重,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,可能是母亲带他回家,我松了一口气,匆忙向家里赶去,乔沉,六弯呢,进入小区,我热情地向邻居打着招呼。 怪异的是,乔沉看到我瞥了一个白眼转过身,好像没听到似的,呸,有什么了不起的,老子好不容易打一次招呼,还给我白脸色,我暗暗地骂了一句,哥以前,我从不跟他们打招呼,原因很简单,拜堂又安和我妈所赐,我在他们眼里,成了一个混蛋,连自己孩子的学校都不知道在哪儿,归根到底, 就是我儿子四岁时,有一次唐又安发烧,父亲恰好住院,我送儿子去幼儿园,只记得我妈和唐又安说过,就在小区内,离家不远,我把孩子送进去离开,还没到公司。 就接到儿子班主任的电话,孩子妈妈说,你带孩子出来了,等下您到了,给我打电话,你不是接进去了吗? 你们幼儿园能不能负点责任?孩子交给你们,为什么一次次给我打电话,要你们干啥吃的? 眼看经理抱着文件对我皱眉,我一时火大,对了话筒喷个不停,挂掉电话,又给唐又安打去,以后,别让孩子班主任给我打电话,你又不上班,真把自己当少奶奶了。 好,今天是个特例,以后不会了,唐又安有气无力的声音传出话筒,我只觉一阵晦气。 匆忙挂掉,晚上回到家,我才知道,孩子送错了幼儿园,那天晚上,父亲把我的脸都打肿了,是人都会犯错,我不过只送了一次,这一次送错而已,他们就对我不依不饶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我把这些归为人穷言轻,只要有钱,这点是算是吗?不知道哪儿看过一句话,说人在走运时,往往会有些小不愉快,乔绳给的气还没消,刚到家门口,就看到身着搬家服字样的人,从家里抬着沙发,桌子下楼。 喂,你们干嘛呀?我急急拦住他们,焦急地一边问,一边向你探着脑袋。 房间内,父母不在,几个人在里面,正在呼啦呼啦挪桌子抬床,旁边,一个身着黑色夹克衫的男子,在不断地指控, 哎哎,你是干嘛的啊?这是我家,刚买的房子,你捣什么乱?黑色夹克衫男文声,冲我走来,上下打量我一番问道,我愣了,房子卖了,我怎么不知道,早在一个月前就卖了。 说好的,过完中秋,我们搬进来。得知我是该房主的儿子后,夹克衫男朝我催了一口,扭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,卖房的人竟然是我父母。 如果不是唐又安蛊惑,他们不可能不跟我说一声。 我气不打一出来,给母亲打去电话,跟安安没关系,是我们俩决定的。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,以后我们不是你爹妈,你也不是我们的儿子。 母亲的声音格外决绝,冷漠,事情闹大了,我直觉地感受到,他正在超出我的掌控,一发不可收拾的蔓延, 唐又安的电话始终打不通,我不知道他在哪儿,也不知道父母在哪儿,连表哥也不再接我的电话。 莫名的,我感觉有一张无形的大网冲我扑来,我走到哪儿,他扑到哪里,无处可去,看着手机余额仅有的三位。 我只好来到了公司,想着趁放假凑合两天,没想到,刚进门就被值班的经理叫到办公室,张瑞欣去财务领这个月的工资。 为什么?经理,我没做错什么啊,而且,我还有一个单,周一就能签了,我不服,当即抗议到,经理没说话,在手机上点了几下,举在我面前,这时,我才发现, 唐又安在电视屏幕上的那些视频,已经发到了网上,还上了热门,我被网友骂得体无完肤,唐又安骗了我,还毁了我。 我哭笑不得,他这是要逼死我。既然如此,我也没什么可客气的。 七,我领了两千元工资,约了一个网友来到宾馆,一番欢愉后,我打发他离开,关于大微星雨污蔑我的种种,而后,我开了直播,以澄清为名,我想客观地把事情说开,让网友知道真相,奈何, 平台却伸脚伴我一个跟头,五分钟还没到,就直接清了我的账号,我像是被这个世界抛弃的人,无人问津,连父母也不再接我的电话,这一切都拜唐又安所致。 我从没想到,平时不吵不闹乖巧的他,做起事来会如此无情无意,唐又安,回信息,有话好好说,好歹我也是儿子的爸爸。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,我再一次给他发去信息,自然,又一次时辰大海,我想约朋友去喝酒,却一个也约不出来,昔日随叫随到的伙伴,仿佛瞬间消失,第一次,我怕了,我怕唐又安真的做绝,不接电话不回信息还罢,万一离婚一分钱不给我,我就完了。 瑞欣,你在哪儿?无助之时,表哥打来电话,旅馆,还能在哪儿? 我几乎是乌页着说出,本来想装的若无其事,可话出了口,泪水流下来。 意外的,半小时后,表哥驱车来道,我也像是找到了倾诉对象。 把唐又安对我的种种,背着我赚钱诸多事件一一道出来,话说到最后,我已气不成声。 你很冤吗?表哥谈掉烟灰反问我,我不冤吗?但我没说出来,内心翻滚着无数情绪杂揉在一起,让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 表哥叹了一口气,对我娓娓道来,亏妻百才不入,亏妻万事不遂,自古以来。 女人都被各大家在作品中连连称赞,为什么?因为女人是一个家庭的根本,是兴旺的根源,唯有她滋养,才能加合万事兴,才能兴旺发达。 你处处亏待她,冷漠她。 她受了委屈,攒够了失望,才对你绝望不理不睬,绝望过后,她唯有滋养自己,让自己便百刀枪不入,你总感觉你很牛,牛啥,有啥?照照镜子看自己是什么货色? 她说话的同时,我也不由自主地反思了自己,又是第一次,我感觉自己愧对于唐又安,自从跟她结婚后,我从来没做过家庭,没看过孩子。 父亲和孩子同时生病时,她忙得里外跑不停,我还仰躺在沙发上,斥责她,忘记给我倒水,春节回娘家。 她给我要钱,为父母买礼品,我却只给她发了两百元红包。 看着她被弟妹甩脸色,事后,我得意洋洋的火上浇油,你看到了吧,不是我一个人,说你不会办事,要我也给你脸色,哪有提两箱牛奶来的? 最近半年,她来大姨妈肚子疼,脸色苍白,拿着拖把摇摇晃晃,我对她比一道,别演了,你真以为半弱就能逼我拖地? 可以说,即便是面对一个路人,我也是该被骂死的角色。 但想到她半夜三更在小区门口等我回家,我瞬间感觉自己错了,对表哥摇头道,表哥,我做的是不好,但也没那么不堪,如果我真的伤透了她的心。 为什么还要大晚上去接我,混蛋玩意儿,我这辈子怎么称你哥了,她是怕你爸妈担心,是为了安慰老人。 表哥忍不住暴怒,一跃起身,在我脸上狠狠挥了一拳,唇齿间一股咸心溢满口中。 看着她愤怒的表情,我不敢再说话,几分钟后,表哥将烟头掐灭,把我揪出旅馆,扔到了车上,去哪儿?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,表哥没回我,启动引擎,一脚油门下去,车子飞一般向前驶去。 约四十分钟后,表哥带我来到了一座医院门前,莫非父母转院了,想到房子被卖,一种不好的念头在脑海中生起。 表哥依然不说话,闷着头带我上楼,七拐八拐,来到一个病房内,病床上竟然不是父亲,是一脸苍白沉睡的唐又安。 爸,他不是好好的吗?我惊愕地站在门口。 不敢进去,也没脸进去,表嫂从他床边冲我走来,把我拉到走廊尽头说道,安安得了子宫肌瘤,已经十几厘米,刚刚切除,这些年,他一直在期待你回头,哪怕帮帮他,体谅他,也不至于走到今天,可你是怎么做的啊? 对了,那些视频和聊天记录是我找黑客帮安安做的,因为我看不下去。 表嫂说了很多,也解了我的货。 唐又安从家里出来的那个晚上,肚子突然疼痛不止,和表哥一起把他送进了医院,我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。 原来,他拒绝我不是找借口。 是生病了,可我却还责怪他不尽妻子的职责,发两千八工资的第二个月的一天,我隐约听到他和母亲说着子宫肌瘤的事,还满得插一嘴,无病呻吟,别想装病骗我的钱。 他不再言语,还有一次晚上,喝酒回来,因为约好的网友没到,我想用他泄火,他誓死不从,我还狠狠甩了他一个耳光,事后,满床的血将他的脸硬得更加煞白,看着他捂着肚子缩成一团,我拉过被子满足地蒙头大睡,问也没问他一句。 可是,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啊,我无声泪流。 越发感觉自己像一头畜生,不,说畜生,已经侮辱了畜生,飙草叹了一口气,一句好自为之,转身回到病房,我定定在站在原地,脑海里全是他往日惨白的脸庞,我无理取闹的一幕一幕,他们说得对,我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,其实我什么也不是,狗屁不是,你来干啥,滚出去。 忽然,母亲的声音窜进耳内,我抬起头,抹去眼泪,看到母亲提着饭盒迎面走来,说着脱下鞋子,砸到我的脑袋上,我没躲闪,跪在地上,请求母亲的原谅,早知今天,以前干嘛去了。 你赶紧滚。 原谅我,杀时间,走廊里围满了人,对我指指点点,病人需要休息,请不要制造噪音。 护士叫来保安,把我嫁出医院大门,我错了,真的错了,错到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,老婆。 对不起,我错了,不敢请求你的原谅,我也不会给你添堵,我知道,你直播离婚是怕我不同意。 我同意,我什么也不要,我等你出院离婚。 我给唐又安又发了一条信息,回到了旅馆。 表哥说得对,我已经无路可退,眼下对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痛快离婚,我没重新找工作。 在宾馆待了几天,挨到了周一,我在民政局等你,别急,我不会走。 我提前到达了民政局门口,跟他在线说道,虽然他从来不回,但没拉黑,我已经很感激了。 一个小时后,他来了,表嫂和我妈搀扶着他下车。 他还是一脸煞白,毫无血色,我急忙上前扶他,被我妈一把打开,滚开。 你,你还好吧,我退后一步,迟疑了一下问道,他依然没跟我说话,只是点点头,一步一步上了台阶,都是自愿离婚的吧。 工作人员随口的一句问话,让我泪如雨下,见状,他正正地望向我,我以为,他会反悔,会心软,像以前一样,当作没事发生,自己消化。 可下一秒,他却跟我平静地说道,如果你现在不想离,我们起诉离婚也行,最后一丝希望破灭,母亲狠狠弯了我一下。 我忙不迭地向工作人员点头,自愿,刚硬落下,新鲜的离婚证到了手中,母亲开心地从他手中接过去,看了又看,表嫂也在忙着向他祝贺,我像一个透明人似的跟在后面,行至车前,他头也不回地钻进车内,连一句话也没跟我说,这两天,你把自己的户口牵走,我们换新户口本了。 母亲冷冷地甩下一句话,上车离开,新户口本,我只觉可笑,他果然成了唐又安的母亲。 几天后,我看到了他们的新户口本,上面是父母儿子和他,他那一览,儿子的名字已经从张一辰改成了唐一辰。 我苦笑一声,挥别他们,带着只有一夜的户口本,离开了家乡,我来到了云城,找了一份销售工作,拉黑山除了许多女网友,不再胡乱约,也不再聊骚,不是我改了,是我没钱。 我曾以为没有唐又安能赚到钱,现在发现并不是那样,每月三千元,我始终跳不出这个怪圈,无奈,我跑去寺庙烧香。 咨询庙里的师傅,还没跟他说完,他甩给我一句,亏气百才不入,亏气万事不遂,我终于明白,表哥的话不是胡说八道,为了弥补过往,我开始清心寡欲,每天两点一线。 每个月发完工资,留下饭钱转给唐又安,不是儿子的抚养费,也不是父母的赡养费,是我想用这个表达自己的愧疚,可他从来不收,也不回,更没拉黑我。 他在网上越来越火,不仅出了书,办了公司,还成了女性励志的代言人,没人知道的是,他越这样,我也越发心里不安,长久的内疚, 让我不想见人,少言寡语,连入睡都困难,逐渐的,我感觉自己体力不支,精神恍惚,我被诊断为脑癌晚期,寺庙里的师傅说,这是我该得的果报,是我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,怨不得别人。 无奈,我辞去了工作,所有的钱花完后,又来到了寺庙内,愿我妻永远美貌,永远平安喜乐。 我在佛前上的一炷香,为他祈福,一句柱子说罢,我眼前一黑,倒在地上,耳边传来几声惊呼,很快,呼声消失,我也在没机会感受这个世界,最后一丝意识消失时,我许下愿望,若有来生,我愿倾尽一生弥补我期,完,查看下一章,全部收起。 请安融